在便利人员车辆跨境流动方面 若干措施明确在横琴可按 试点推行常理科计划 对经常往返秦澳两地的商务公务人员 和澳门高校职工等符合条件的出入境人员 提供常理科通关便利安排 实行出入境通关车辆合作查验 一次放行新模式 实现跨境车辆一次排队 集中采集 联动放行 进一步提升出入境车辆通关效率 建设智能化车体检查系统 推动实现车体检查一次停车 信息共享共用 结果同步判定减少跨境车辆停车 检查次数和等候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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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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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